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 苦于寿命太短 就是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我们都没有能力把它学完 时间不够用 第二个 环境不好 内里头有烦恼 有习气 有明文立养 有自私自利 有贪嗔痴慢 这个东西断不掉 这个东西障碍你的悟心 障碍你 修行 造物障碍 造善也障碍 真正在佛法上想成就 想拿到果位 善我两边都离开 为什么呢 我感召的三窝道 善感召的三善道 三善道三窝道都在六道里头 出不了六道 所以要出六道轮回 佛教给我们 断窝修善 不做断窝修善的相 你才能超越 你要执着 转断窝修善的相 你就出不了 你就没法自往生 断窝修善要不做 要 是好事情 着相就变坏了 这个坏就出不了六道了 断窝修善都不着想 要求 修善能提口 修一切善 心里头痕迹都不着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结罗世界 这样才能往生 你决定的生 道理 事项都必须要了解 在哪里修 日常生活当中修 生活都不要着想 随缘 随缘就好啊 不要去看缘了 潘元 我又想这些 想那些 叫潘元 一切是横顺众顺 你们说这么好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为什么呢 我来做客的 两天就走了 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到地球上来是做客的 不是做主的 客随主便嘛 主人说什么都好 都欢喜 那么菩萨到这儿是修行 修什么 到这儿修 随缘 妙用 随缘 很顺 一切都顺大家 妙用是不着想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妙用啊 真是智慧 事情与你不相干 你的心是亲近的 亲近心 神智慧 这个事情与你相干 你的心是任务的 任务的心 神烦恼啊 不神智慧啊 所以对这个事情 要放下 要写得干干净净 我们就得大自在了 mniej本重的心 神烦恼 最妙做的